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UI improvements 然后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些什么主题 上一次我们基本上讲的呢 是multi-device world 也就是说当一个设计师 去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 必须考虑清楚 也就是说当今的社会 一定是跨设备的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设定就是 从这样一个开始的 然后根据不同的设备的功能呢 设定不同的feature 也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一个东西 比方说手机或者是Pi 它是触摸屏 它是触摸手势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台机的话 它有键盘有鼠标 那整个操作不同 设计的一些限制东西也不同 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use cases 也就是当你UI设计师 跟UX设计师合作的时候 做一个假设情景模拟的时候呢 就是必须考虑到各种设备的一个使用的流程 保证这个流程的flow是完整的 不能说你在手机上这样用 然后放到电脑上 它这个flow就break 或者是更加的慢 或者是不方便 那这个都是失败的设计 所以好 那我们今天就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讲wearable 为什么wearable matters 就是说这个其实我是一个很快的穿插的内容 没有特别多的就是视觉上的东西 但是因为四月份 Apple Watch要出来了嘛 然后他们的keenote出来之后 引起了设计界的一些讨论 然后很多人对这个wearable表示怀疑 那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析一些 就是分享一些数据上的一些东西 那这边的可穿戴呢 我今天基本上会focus在手表上 但是可穿戴是有很多种 大家应该也知道 而且发展到以后会是非常非常多种的 首先最早可穿戴红的是一个东西叫fibiband 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说穿了就是一个计步器 就是高级电子计步器 它是可以track in你的health 然后比如说心跳啊 睡了多少小时啊 烧了多少卡路里啊 今天走了多少几台阶啊 跑了多少麦啊 走了多少步啊 那是传统的计步器这样一个概念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设计上就是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一个band 然后这种band呢就是偏运动型的 然后呢他们为了就是 他当时fibi发就是发展的非常好 他跟Tory Burch也合作 就是比较女性化 更加高贵典雅有气质 能够显示你认词的一些啊 Jewelry就是装饰性的珠宝系列的一些 等于也是一些可穿戴 然后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Jobon Jobon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可以看到材料上的选取 基本上差不多 为什么选这种材料 因为它其实这个tracking还是 跟健康有关 跟运动有关 户外的 然后防水这样子 然后之后 这个就是我之后要跟大家就是 根据界面上来比较的 那三星的产品 三星的话也有不同种的wearable 跟安卓是连接的 然后呢 它还有这个Moto360安卓的系统 然后这个Moto是第一家用圆面设计智能手机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一块黑的 这个是一个sensor 然后这个东西是 它是因为硬件上的问题 所以它要么放在这个表盘的外面 那非常丑陋 所以它只能放在这里 导致了它整个屏幕是被切掉一块的 所以它的平面设计是 是一个圆 然后去了一块 然后这个界面的话 我会等下跟大家分析 它的material design和那个card的一个idea 但是因为我当时用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安卓用户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手机就是speak to each other 所以这个的话导致我使用的过程 很多会有那个死路 就是它dead end嘛 我用到一半就卡住了 或者说它notification进不进来之类的 所以整个流程用的不是很长 是因为我没有一个体系的设备 我只有这一个 然后在这多跨设备体系当中 你得保证你用的是一个体系嘛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办法跟iOS连 所以就是我当时只能是找那个 他们是用安卓系统的人用 大多数人表示都是还是非常好用的 那这个是Moto360 这个是Google在做的 这个就是给那个我们中国土豪们 就是真的是量身定做的Apple Watch 然后这个界面跟刚刚Moto360 我会之后一对一跟大家比较 就是这个界面是怎么 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这边会提到比较少 这个的话就是它因为还没上市 还没用嘛 所以大家期待都会非常高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去买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的话 那公司是一定得买几个 给大家做测试的 对不对 可以跟老板提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我要提的就是 这有一个北欧的牌子 然后叫WeThinks 然后当时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呢 就是说发现这个非常有趣啊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看起来非常 北欧的设计真的是很典雅 就是它这个气质上 就是很好看的一个手表 然后呢 它居然还是智能手表 因为鬼也不知道 怎么都看不出这个是智能手表 它不连接任何的安卓和iOS 但是它确实可以tracking 那这个tracking其实 又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啊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tracking数据不准确啊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烧的卡路里也不一样什么的 那其实时间长了 这些数字对你来说 是有多大的意义呢 未必有 你今年跑一千步和一万步 一万母千步 那有太大差别吗 其实时间长了 你就会厌倦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 Fibbit回归原始的技步器设计 反而是人家很喜欢的 因为这个等于还是一个 回归到以前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就记不就这样了 然后这个手表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说它实在太好看了 而且它都是皮带嘛 那作为一个喜欢tracking自己health的人 我你戴着手表怎么样 冲浪划船划雪 还是打球 还是跑步 还是攀岩这样 这个就很恶心嘛 会把这个手表弄得一塌糊涂 这个就可能跟它设计时运用 跟它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有矛盾有冲突了 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因为戴这种手表的 一定是穿的是非运动的嘛 西装笔挺的 这个是运动的话 这个就有点太脏太恶心 给大家看那么多种类的wearable 并不是说要推销它嘛 而是说如今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产品在线 然后这个对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所有的比例 界面功能 手势流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的话 当你设计任何一个可穿戴的一个媒介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是把这个东西玩到爆 就是你把整个flow 手势都熟悉以后 再开始做这个界面的设计 然后回归到一些比较无聊的数据报告 也就是说我记得我上节课也提过 就是很多人在研究这个手表 然后电脑以及平板电脑 这个大家使用的一个频率 这个当中的深色就是一个平均值 也就是说睡觉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不用 起床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手机和tablet 都是使用的直线上升 然后白天工作的时候 当然是电脑是最高的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tablet就会比手机用的多一点 基本上就是 desktop白天用的多 然后tablet白天和晚上用的比较多 手机的话就是无线穿插在其中 为了保持一个科学的精神 我还找了别的数据图 这个呢 相当 这个稍微夸张一点 但是基本上这个状态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早上起来也是smartphone tablet 然后白天也是desktop 然后到晚上又是一个高峰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大多数的用户习惯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加入了wearable的一个时间轴 也就是你会发现啊 你早上起来是个闹钟 然后呢 你commute去公司上班 这个是对上班组来说 玩导航 然后工作的时候呢 不管你有什么电脑 时不时还要玩手机 然后呢 你在导航回家 晚上呢 看B站 看Amazon 看苹果电视啊 打V Whatever Xbox 打游戏 然后到晚上 看看书啊 不见得很多人看 但是睡觉时候又要玩玩手机 砸一下脸 但是这个是之前的人的一个生活的pattern 但是当可穿戴 进入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从醒过来 到睡觉 它是一直在我们身上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是所有device没有的特征 也就是说 它把那些智能的设备 都缩小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是在你身上的 这对我们人类的使用习惯 对设计师设计的一个角度来说 会有什么区别呢 那很多人这个就是一个debate嘛 有些人就觉得没有用 有些人就觉得很有用 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大家是怎么讨论的 去年2014年 Google I.O.上 它做了一个这样的报告 我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这个就是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移动设备 这个就是可穿戴 大家说智能手表好了 那在现实当生活当中 当你用手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手机是非常吸引注意力的 就是它是当你工作的时候 它是分散你注意力 然后让你集中到手机身上 那你会拿出手机 打开app玩一下 玩着玩着 把你自己要用的东西 用完之后 你会发现 诶怎么继续再玩了 所以这个point就是 它get lost in phone 你会一直在刷 不管你是刷什么东西 你就刷刷刷 刷到后来又get lost 然后再回去工作 然后又拿出来 套一套玩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不是说大家偷懒 它这个就是 老乱我们节奏的一个东西 然后可是 当你有可穿戴的时候 因为可穿戴有一个什么特征呢 它是瞄一眼的性质 所谓glance information 也就是说 当你有一封信进来了 或者有一个message进来的话 你未必要去打开这个信看 你只知道一下谁发给你 只要不是紧急情况的话 你都可以放一边 对不对 它比如说 当你用wearable导航的时候 你前面有车祸了 它会有一个vibrate 然后你 对不对 你就知道前面有可能有车祸 它这个都是glance 也就是说 它的engagement 包括使用的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而且这个短暂 是比你用手机 是短的很多 而且你就是 没有办法想象 它就是这么短 而且 这个可以用了很多方面 比如说 包括 不包括那些手机notification 包括 所谓reminder信息的 就是比如说 你订了机票 它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要check in 它都会有一个message进来 所以 这个就是说 很多人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然后我真的去调查了一下 这个到底是 就是国内外有人 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 我在那个百度的一个互联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说 这个作者还是认为是可穿戴 他觉得说 除了炫酷以外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然后 在老外的twitter上呢 就是 有些人就是非常直接的说 他说不好意思 我就是不可能相信 就是说 手表上的一些信息 如果手机上有的话 我为什么不直接看手机 而且手机上有更多的detail 有更多的信息 而且 你可以回邮件啊 回message 你不太可能用手表 去回一个工作邮件吧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列出了这样的疑问 但事实上 真的 使用佩戴 那些wearable 高达几个月的人 就是那些用户说 我不止听过一个 他说 没有 他说当你 他这个用户用Sara 他用的是Android wearable 他说他带了好几个月 他说 You see the actual content 他说你其实手表上 也就是刚刚的glance information 你就是还是可以看到内容 然后 Take quick action Action 然后他说你要想 不是说你这个交货 而是说 这个动作就是很短 你看一眼 放下 就像传统的手 手表 你看一下时间 放下 就是这么随便的一个动作 而且你根本就不需要拿出你的手机 去做任何事情 除非有emergency 就是这样 而且我问了其他的一些 包括Mobile360的那些用户 确实也得到了相 就是差不多的反馈 也就是说 他们会大量减少掏手机的时间 除非你不得不用手机去完成一些事情 否则你根本不需要把手机带在身边 他就是这么炫酷 所以你说这没有用吗 我觉得不会 他其实还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使用那个习惯 也就是说wearable跟所有的目前来说比较夯的跨设备 还是有非常质的不同的 因为它在你身上 它随时可见 好 然后这个图的话 其实这里是一个概略 因为我之后还会另外分析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手机开始设计 因为我们经常说Mobile first 然后他就是理由是为什么 这边有个简略的概念 就是说从大家开始用PC的时候 它这个流程特别是这30年来 它基本上是平缓的 除了泡沫经济的时候 它有下降 它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涨 基本上是从50个Million的一个用户 涨到了350到400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可是自从2007年 苹果智能手机上市以后 它这个Mobile的Traffic 简直就是飞一样的上升 火箭式的上升 然后基本上达到的额 会超过1000个Million的一个Traffic 也就是说当设备转移的时候 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使用习惯 也这个是很很奇特的一个事情 那居然改变会有如此之的 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全部更新了所有PC的使用一个流程 或者是一个用户体验 那么如今当苹果巨头 它发布了这样一个Apple Watch之后 人们从手机上的一个使用行为 转移到Wearable身上 会有多大的改变呢 那个数据现在是未知的 这个就要交给我们设计师们去探索了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好好把玩这些Wearable 它们的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 如何改变所有用户的一个使用经验 使用感受 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下节课的话 这节课因为Visual的东西比较少 下节课的话我会跟大家一对一的对比 苹果手机的界面 每一个步骤 以及Moto360安卓的一个 等于是一对一的一个对比 这样的一个设计讨论 然后今天就先这样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